刚才的聊天记录的确给人印象深刻 一个聊天可以这么聊下去 如果说你的男朋友那种聊天情长低的话 你能接着跟他接着聊 那你的情长其实也高到哪里去 你想一想 对不对 我觉得恋爱才一年多出现这种情况 两个人其实都应该反思一下 恋爱嘛 就是彼此一个了解熟悉的过程 到底两个人适不适合 这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那么当你们再进入实习 尤其是进入到工作岗位上 这个时候双方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很大的变化 可能就是更加暴露出了本性 这就是他 对吧 如果没有实习 那可能只是较晚一点时间出现这个状况 那么过一年两年他上班以后 或者结婚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可能更伤不起 对不对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是一个非常粘人的人 非常注重情感诉求 而他呢 恰恰呢 可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就比较弱一点 如果说情长低的话 我倒觉得恋爱的时候 追你的时候 一定情长不是这么低 对不对 所以说所谓的情长低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借口 他心不在你那里面 那他就不解风情了 那就是这个状态 我倒觉得因为只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出现这种情况 那不妨静一静 你也别总欺骗自己 如果他在你生活当中觉得都成为讨厌 惹你烦的这么一个人了 可以看出来你都很反感了 那么就没必要了 你也不要再用那句话我爱你 来欺骗他 来欺骗你自己了 那女孩也是一样 如果你发现在过一段时间还这样 真的就不适合了 所以说还那句话 不要苦苦追求说 曾经怎么样 曾经永远是过去 我们恋爱是针对未来的 我们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 我们要对自己的未来的未来